脫口秀現場表演吞火 脫口秀現場表演吞火 讓立委鄭運鵬上脫口秀 說學逗唱漾漾來 老師你幫我一下 我還有最後一集 趕快叫賴欣的小美琴過來 好啊 我覺得他們應該來 你看難得有那麼多顆粉在這邊 做足節目效果 只是這脫口秀影片 在爆發歧視聲障律師陳俊 和爭議後上架 也讓鄭運鵬被出征 自家不分區立委提名人 也開炮 但是有一種 就是這種線是不能踩 前一天就說有些線不能踩 王毅川就質問鄭運鵬 你的態度呢 鄭運鵬趕緊在臉書說 他沒有在歧視言論的 那場脫口秀 媒體報導前他也不知情 但還是要求製作單位 跟當事員道歉 只不過歧視爭議越燒越大 不只上節目的被罵 賀龍夜夜秀的贊助商 也跳車切割 17家贊助商喊話抵制 引發爭論的大陸媒體人 王聚安也被移民署註銷 入出進許可證 儘管五年不准來台 所以我覺得台灣社會 雖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是它離那種 唱所欲言的言論自由的社會 還有一定的距離 很多政治雷區 這種政治雷區 就使得這個社會的討論 這個社會中間的價值衝突的時候 大家很難唱所欲言 說台灣雖然人人可講話 但講錯話就會出大事 王聚安把台灣比喻做第二個故鄉 但失言爭議延少 短期之內 王聚安應該是無法再到台灣來 TVBS新聞流行回家期台北三分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